你跑这儿干什么 生意失败的也不止你一个人 快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哥们儿陪你端然再起 我东山再起个啥呀 你以为是头两年哪 你找对项目挣融资呗 那是钱的事吗兄弟 希望没了 你下来啥希望都有了 快点 小心 为了员工想想 没事 你说 当咱们的订单一天比一天的少 当所有银行都不愿借我钱 你说我不跳楼能干啥 创新发展呗 咱也就能自主研发 研发个屁也研发 你知道我为了撑下去 借了多少钱了 完了 高利贷啊 中国的富人们呢 马上就变穷了 马上就变穷了 逃去所有从底层 真刀真刀真枪打拼起来的少数派 中国的第一代富人是下海经商的党爷 第二代富豪是开世界工厅 第三代富豪从事采矿业 第四代富豪是搞房地产的 要么是权贵子弟 要么占着国家的便宜 要么占着国家的便宜 是时代造就了这些深藏不露的隐形富豪 然而越来越多严峻的现实摆在那前 不断给这些老板们敲响着警钟 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 近一半是房产商 但是靠着虚幻的数字和华丽的广告 包装起来的楼市泡沫 总有一天会破灭 很多中小城市的楼市已经在崩盘 就在近期 楼市下行 已经让很多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 甚至跑路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统计 中国企业贷款14万亿美元 居全球第一 影子银行融资占三分之一 一旦外国人把中国老板都定在失信黑名单上 那么这些信用风险 无疑将会是拴在每个富豪身上的不定时炸弹 去年 中国在钢体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 仍然在进口外国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 我们能造出原子弹 却造不出圆珠笔笔尖上的小球 眼睁睁看着苹果这些外国大公司 仅仅依靠技术就能横扫中国市场 而我们却还从事着山寨 代加工等等最低端的劳动 虽然中国某些老板们还在以压榨员工血汗 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寻找出路 但外国资本家已不愿意支付日益高涨的中国员工福利 纷纷把场迁往越南等地寻找更为廉价的劳力 当世界工厂成为往事 大面积重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产业 无法转型升级 那么等待这些老板们的只有破产和财富大量缩水 古人常说居安思危 而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绝对算不上安 当所有富人变穷 穷人失业 经济萧条 民不聊生 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 总之是泡沫经济总要破灭 是不义之财总要回归 如何抓住世界变革的机遇 才是老板们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应该考虑的